人际罕至的海底充满了太多的未知 一些长相怪异的生物比比皆是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 十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海底生物 英国石油公司一个工作小组 在安格拉一处海岸 对一口游井进行日常维护的时候 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当时工人们正在1219米深的海水中 操纵水下机器人作业 他们发现了一个浑身长满处躯的奇怪生物 由于其造型和一种信仰中的怪物十分相像 因此这种生物也被称为非天面条怪 后来工人将水下机器人拍摄到的画面 传给了英国国家海洋中心 研究人员反复观看了这段录像 认为这种生物是一种管水母类生物 那么问题来了 管水母是何方神上 为什么会有如此奇怪的造型啊 管水母属于枪肠动物们和水溪 水母海盒的关系比较近 管水母看起来是一个十分奇怪的整体 实际上是有很多个微小个体组成的 这些个体被称为个元 每一个个元负责不同的功能 有的个元通过肌肉有规律的收缩 控制整体移动 有的个元控制整体的补食 营养体将猎物消化以后获得营养 随后将营养物质输送到整个群落 整体之间的运作 很像一个高等生命体不同的器官 不同个元之间协调运作 共同负责整体的运行 目前科学家大约已经发现了 175种管水母 它们在海洋生态系统中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管水母变化多姿 体态不定 有的管水母整体看起来很像一个大波罗 有的管水母看起来很像一条蜈蚣 甚至还有的管水母看起来像一条龙 此时 它正在不停地变化身姿 这是2400米深的海底 几只诡异的生物正在争抢食物 它们造型怪异 中间是一个圆形体盘 四周是五条长长的触手 在另外一处海底 一只怪异生物正在拉持一条琉球脊脚鱼 请注意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画面 这些触手怪物也不是外星生命 而是实实在在的地球生物 眼前我们看到的这种奇怪动物叫做海蛇尾 海蛇尾在世界各大洋中都有分布 属于疾皮动物门 蛇尾缸 全世界的海洋中 总共存在着2000多种海蛇尾 它们是疾皮动物门中种类最多的一类 放眼整个动物界 海蛇尾的外形是十分炸裂的 海蛇尾的构造十分简单 中间是一个圆形体盘 外侧长有五条细长的触手 造型方面有点像海星 但是海蛇尾的体盘和腕之间分界十分明显 海蛇尾没有缸门 它们的口在腹部中央 海蛇尾行走的时候 很像蠕虫在蠕动 也像一条蛇在蜿蜒前行 这也是它们名称的由来 不过海蛇尾的腕不仅细长 而且十分脆 如果海蛇尾受到攻击 或者感知到其他危险 它们很容易将部分或者是一整只腕不断掉 通过吸引天敌的注意力 然后趁机逃走 断腕行为并不会影响到海蛇尾的生活 因此海蛇尾拥有很强的再生能力 用不了多久 它们可以长出全新的腕 海蛇尾是一种喜欢群聚的动物 在爱尔兰西海岸 一种翠瓷海蛇尾的密度 竟然高达每平方米一万个个体 有些种类的海蛇尾 喜欢依附在一些柳山湖上面 有的种类的海蛇尾 喜欢和一些海绵共生 直接躲在海绵体内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 海蛇尾也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动物 早在古生代 海蛇尾的身影已经遍布全球了 那个时候 恐龙还没有出现 海蛇尾并没有毒 对人类威胁不大 但是海蛇尾的样子 海蛇尾并没有食用价值 海蛇尾是一种动作十分灵活的动物 它们可以贴着海底快速爬行 其食物主要是海底淤泥中的一些有机碎线 正常情况下 海蛇尾的寿命在25年左右 生命就是这样神奇 人际罕至的大海中 生活着很多奇形怪状的生命 就在前不久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在阿拉斯加湾水底探险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家伙 眼前这个金色圆顶状物体 看起来很像一颗金蛋 金蛋直径大约在10厘米左右 圆顶上面还有一个缺口 看样子 有奇怪的动物正试图进入 或者准备离开 当时探测器已经处于3300米的深度 该生物的真正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确认 这颗金蛋栖息在海底一块岩石上面 两片像碎蛋壳一样的东西 就在不远处 看起来里面好像孕育着一种十分奇怪的东西 起初科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带壳的海绵 或者是一种被囊动物 但是这些猜测缺乏有效的科学依据 视频上传到网上以后 一些喜欢猎奇的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高见 有网友认为 这是一种海蜘蛛的卵囊 甚至还有人认为 这是一颗来自外星的金蛋 万般无奈之下 科研人员打算操纵机械手 将这颗金蛋带回实验室研究 但是这颗金蛋 好像牢牢固定在海底一样 在采集过程中 金蛋被弄碎了 取样之后 科研人员进行了仔细研究 但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依然无法确定 这颗金蛋的真正身份 这颗金蛋 有可能是一种全新的物种 或者是已知物种 某个未知的生命阶段 眼前这种动物 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飘水十颗动物 它们在1.6亿年前就出现了 恐怖的外表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中的怪物 这是一种叫做大王巨族虫的动物 大王巨族虫体长 一般在19到37厘米 副部长有7对关节只 鳞片外面有特别的带质外骨 一对特殊的复眼 由接近4000个平面小眼组合而成 大王巨族虫是一种 实性很复杂的肉食性动物 它们主要以一些海洋生物的尸体为生 有时候也吃一些行动缓慢的活物 大王巨族虫可以忍受长期饥饿 根据报道 日本鸟鱼水族馆 一只大王巨族虫 整整绝食5年才死亡 身体已经被吃掉 小鱼竟然浑然不知 大海顶级猎食者有多恐怖 注意看 眼前这条鱼正在熟睡 它浑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即将走到尽头 一个伸着长长触手 带着贝壳的家伙出现了 但是这条鱼丝毫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随后 这个贝壳怪张开了大大的吸盘 直接将鱼的头部包裹住了 打算将整条鱼全部吞下 诡异的是 这条鱼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吞噬过程还在继续 没过一会儿 这条鱼只剩下一小节尾巴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长有大大吸盘的家伙 又是什么生物啊 实际上 眼前这个捕食者 名字叫做鸡心罗 鸡心罗虽然是一种行动 比较缓慢的软体动物 但却是一位顶级捕食者 鸡心罗属于富足缸 钳塞亚钢 玉罗科 玉罗鼠 鸡心罗外壳光滑 形似鸡心 最大的个体 可以长到23厘米 鸡心罗是一种肉食性动物 它们主要以小鱼 海洋蠕虫类 以及其他软体动物为食 常常栖息在赤道海域的朝间带 以及一些珊瑚礁 杀至海底 鸡心罗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 它们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蜗牛 毒液足以杀死10名成年人 是已知的500种追逻中 毒性最强的 如果不幸被鸡心罗刺伤 轻者会感受到剧烈疼痛 受伤部位溃烂 重者会直接让心脏停止跳动 鸡心罗的齿舌末端 长有道沟 它们捕猎的时候 往往会将鼻子露在外面获取氧气 鸡心罗的尖端部分 还有一个小的开口 里面藏着一只毒针 这只毒针可以让猎物一命呜呼 毒素一旦进入鱼的身体 只需要一秒 就可以让鱼停止挣扎 随后源源不断的毒素 会让鱼的肌肉静攣 最终彻底瘫痪 通过研究鸡心罗的毒素 科学家发现了100多种化合物 有些化合物 可以阻断神经系统传递信息 因此 一些鱼类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就被吃掉了 鸡心罗的毒素 可以用来提取麻药 也是研究离子通道 比较理想的化学探针 因此 野外游玩的时候 如果看到一些五彩斑斓 形状奇怪的贝壳 最好不要去剪 它们有可能是一种极度危险的东西 人际罕至的海底 一个浑身长满羽毛出手的怪物 正在爬行 看起来稍微有点科幻 实际上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而是真实存在于地球上的生命 眼前这种奇葩生物 是一种海百合 作为疾皮动物们的成员 海百合的样貌 还算比较正常的 因为还有很多其他外形逆天的动物 海百合在海洋中游泳的时候 它们周身的手臂上下摆动 恶挪多姿 看起来很像一个剑子 海百合是一种十分古老的动物 在距今4.8亿年前 奥陶纪早期 海百合的身影 就已经出现在古代海洋中了 到了距今3亿年前的试探季 海百合的数量 就已经达到了巅峰 它们和一些苔藓虫 以及万族动物 成了海洋数量最多的三种动物 全世界的海洋中 大概有610多种海百合 按照生活习性 海百合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有滨海百合 它们下方长有一根长柄 终身固定在海底 过着一种凝固生活 这种海百合 随着海水摇曳的样子 很像一种植物 另外一种就是无滨海百合 它们过着自由生活 可以在大海中自由移动 无滨海百合的柄 只在幼年期存在 长大以后就会慢慢消失 科学家考察了大量化石资料发现 从古至今 鱼类一直是海百合的天敌 海百合进化出移动能力 有一部分原因 是为了躲避鱼类欺凌 由于有滨海百合常年 固定在海底 它们经常被一些鱼儿咬断� 不过有些断鲸海百合 依然可以存活下来 因为它们终归不是植物 鲸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 并不是那么生死攸关 一些种类的海百合 甚至还有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 当它们身体一部分损坏的时候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生长出新的组织 比如触手 肠道 恶不等等 海百合是一种比较低级的 律式性动物 海百合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律式性动物 它们的主要食物是一些浮游生物 海百合这些长长的触手 就成了它们的捕食利器 海百合的触手 看起来很像一张大网 它们往往会采用一种守株待兔的方式 等待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科学家在偏远的澳大利亚科科斯群岛探险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蝙蝠鱼和其他蝙蝠鱼相比 这种蝙蝠鱼可谓是长得眉清目秀 它的五官比例很像人类 一双圆溜溜的乌黑大眼睛 看起来像宝星沧桑 不过也有网友持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深海环境和陆地环境不一样 一些鱼类被捞出水面以后 其样貌会发生变化 目前科学家对这种生物知之甚少 更多资料以及习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在此次探险中 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身体透明 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的盲蛮 科研人员在印度洋1144米深的钻井井口附近探险的时候 拍摄到了非常奇怪的画面 一个十分奇怪的东西正在随波逐流 它看起来好像是两个船毛拼在了一起 看到这种景象 不少人会觉得这种生物像是一种外星生物 过了一会儿 这只奇怪的生物开始快速下沉 众目睽睽直下 这只生物竟然开始变形了 一阵摇摆之后 科研人员终于看到了这种生物的真实样貌 初步判断 这是一种会发光的治水母 第一眼看到这种生物 好多人都会以为这是一张恶搞图片 地球上的生物怎么会在嘴巴前面进化出一把圆菌 事实上 这是一种真实存在过的史前动物 它的名字叫做玄尺砂 玄尺砂是古生物界一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动物 属于软骨鱼缸 板塞亚缸 油筋齿木 玄尺砂生活在瓦尔蝶市 最惹人瞩目的特征 便是那螺旋状的锯子牙齿 关于这种奇特牙齿的用途 目前还存在着争议 有人认为螺旋牙齿是用来撞击猎物 以及抵抗天敌的 也有人认为 螺旋牙齿可以锯掉猎物坚硬的外壳 科学家通过研究化石发现 玄尺砂最大可以长到15米 是名副其实的海中巨物 眼前这种生物 拥有像望远镜一样的大眼睛 凌厉的牙齿 凶神扼煞的外表 让人不寒而立 这不是恐怖电影中的生物 而是一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鱼类 望远镜鱼 为了更好的吞噬猎物 望远镜鱼的身体结构出现了一些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望远镜鱼的眼睛并不是摆设 而是真的具有望远镜功能 望远镜鱼一般生活在800米以下的目光区 大部分海洋生物都是失明的 但是望远镜鱼可以通过像望远镜一样的双眼 观察那些发光生物的轮廓 从而准确确认猎物位置